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雅玲 歡迎收看華視晚間新聞 今天臺灣在新增 211例的本土案例 那麼今天就再也沒有 這個校正回歸的數字公佈 那總計今天有211例 境外 包括境外移入的也有3例 那現在臺灣的這個本土的總例 已經是破了10290例了 那麼我們看到今天的一個數字來看 比較嚴重的還是在雙北 包括新北市的82 臺北市的60例 以及最嚴重的就是苗栗縣 苗栗縣也有45例 主要都在外景移工的部分 那麼另外來看到死亡的情況 發病到死亡8到14天 這占最多有4成的人 那麼發病到死亡是2到3天 這個死亡時間是 就是發病到死亡時間縮短的話 這也佔了有18%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一波這個病毒來得很強 似乎很多人才剛剛知道染疫 甚至還不知道 還沒有任何症狀 他就這樣子死掉了 好 那無論如何 CDC的意思是說 那麼死亡案例有91.5% 就是絕大多數的人 他們都是60歲以上的長者 那麼因為他們也本身比較有慢性病 所以現在絕大多數死亡案例 還是集中在60歲以上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了新增26個人死亡 這26個裡頭有三個是沒有症狀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像是新加坡的防疫醫師 正式林偉利他也就點出了一個問題 從昨天跟今天的死亡案例裡頭 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昨天總計有36死 那麼死亡的一個情況 有三個人 這個是死後才確診的 好 就昨天有13個人是死後確診 那今天26死裡頭 死後才確診的也有三個人 那怎麼會這樣呢 他指引說是篩檢量能不足 認為指揮中心又有更積極的作為 那麼今天指揮官陳時中也坦承說 有黑數會廣設篩檢站 讓傳播鏈得以斷裂 你們專家小組召集人張相淳是說 年長者死亡數居高不下 會請疾管署實驗室來做病毒基因檢測 找答案 總算確診病例數從每日的三四百 稍稍調降了一些 雙北人數依舊最高 分別是新北八十二例 臺北市六十例 不過死亡案例還是居高不下來到二十六例 其中就有三例採檢時沒有症狀 有九例的症狀都還在調查當中 進一步發現二十六例死亡的個案當中 有三人死亡後才確診 有的是到院前就死亡 有的是其他原因住院死亡 再往前推一天 六月六號有三十六例的死亡個案當中 人數更有十三人死後才確診 當中就有六人到院前死亡 也讓專家擔憂是否篩檢量能不夠 造成防疫漏洞 快篩能量以及PCR檢驗能量的一個不足 而使得許多病患其實是延後診斷 那延後診斷所造成的影響 就是病毒的量會比早期診斷的會多非常多 這些病毒量過多的陽性確診者 他死亡率就會相對增加 是積極要把這些相關在社會裡面 潛藏病例趕快把它找出來 居家隔離的速度要加快 不只要廣設篩檢站 三級警戒也要延長到六月二十八號 但依舊堅持不封城也不再升級 但是要再靠社區的管制再往下壓 那恐怕一個社會的代價會非常的大 要經濟與生活達到平衡 是否升級 延長還是要封城 每個抉擇都困難 但因為疫苗快快來 好讓生活能盡快恢復正常 華西亞羅大偉特別報導 好 警戒不會升級 但問題是這樣的三級警戒是會延長的 而且今天宣布就是延長到六月二十八號 那麼本來到六月十四號 現在再延長兩個禮拜 換句話 整個六月就是完全的三級警戒 那這樣子今天教育部就出來宣布了 因為有關各級學校還有幼兒園的上課 他們就是一直停課的部分 停到七月二號 換句話說 就是從現在開始 就一直到放暑假了 就直接放暑假就對了 好 那這個教育部就一直強調說 學業成績的評量要從寬來認定 以彈性多元的方式來進行 那指考的部分怎麼辦呢 就延到七月底 就是七月二十八號到三十號來舉行 那麼另外這個三級警戒 也要讓大家真的要徹底的保持 這樣的一個安全距離 所以到超商量飯店 這個人流的禁令 就是一瓶只能有一個人 玩玩一言不合又扭打 又扭打啦 我跟你講 有時候我都覺得我是不是確診了 因為頭很脹 喉嚨很痛 三個兒子都在家 就像金剛大戰哥吉拉 最慘烈的是這仗還有得打 所以你剛才聽到哇 停課繼續延長 真的會就覺得手軟你知道嗎 手軟腳軟 然後心裡又覺得 還要到暑假 暑假都覺得是鬼門關開了 怎麼提前就開了 對 提好早喔 沒辦法 疫情擋不住 三級警戒戒不了 教育部宣布 各級學校韓公私幼 停課不停學到七月二號 緊接著放暑假 這期間安親班補習班同步禁止 學業成績評量才從寬認定 以彈性多元的方式進行 學校繼續不能去 公園繼續不能來 Debbie媽媽繼續讓孩子閉關 三個星期來只踏出過家門一次 就搭爸爸的計程車窗戶都關起來 在這個東區這附近 新區這附近稍微繞一下就趕快回家 至少讓他們看看街景 然後看看天空 一軍快一個月沒看到天空 對 對 而高三生要拼指考 奔向自己的夢想天空 又得等一等 原定七月三四五所要辦理的大學指考 延期到七月二十八號到三十號 每間市場的人數調降到二十人 事務人員來優先施打疫苗 疫情燒得太嚴重了 爸爸媽媽也很想問問陳時中 到底哪時能解封 可千萬不要說 華視新聞 黃敏慧 方啟年 臺北羅道 而這個禮拜日 這個六日一本來就是端午連假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當然現在還是三級警戒 那有人還是會想回鄉 所以指揮中心不斷的提出呼籲 包括總統在內也呼籲說 大家這個端午假千萬就不要返鄉 那麼例如我們來看一個案例 在彰化就有人她提前返鄉了 她出現什麼狀況呢 她就是本來住在三重 這也是重熱區 然後她是一位六十歲的周姓女子 她身體不舒服已經蠻多天了 那後來就想說 那我提早回鄉好了 要回到彰化 她就搭客運回去 然後到哥哥家去休養 那剛好哥哥就跟鄰居在聊天 哥哥就提到說 妹妹住三重 先回來 那他的鄰居一聽就說 那是不是要提防一下 尤其哥哥有提到妹妹因為感冒 所以從新北回來的 好了這個鄰居很激緊 那她就趕緊去通報 彰化縣衛生局 那結果這名中性女子 在送醫之後 採檢是確診的 這是一個活生生 又是從北部回去以後 被發現了確診的案例 端午假還沒到 一名夫人因為身體不舒服 從北部返傷 誇傷的是一回到家 她就確診送醫 幸好是附近鄰居接近 才及時通報 鄰居周欣男子和夫人的哥哥 在家門口聊天時 哥哥說到妹妹因為生病了 從新北市三重回來住 周欣男子嚇了一跳 CG向昭華縣衛生局通報 確診的六十歲中心女子身體已經不舒服好幾天 決定提前返鄉 回昭華的哥哥家養病 她搭乘客運南下 再從昭華車站搭計程車回到哥哥家 消毒人員拿消毒水沿途清消確診富人的足跡 但是再怎麼消毒也已經讓當地民眾嚇出一身冷汗 CDC不斷呼籲端午廉價民眾別返鄉 真的不是沒原因 這名富人的例子一返鄉就確診 幸好是鄰居激井通報 不然又不知道會擴散到什麼程度 華人士 台南市政府為了呼籲北漂的民眾 不要在端午的時候返鄉 市長黃偉哲怎麼做 他就提出了一些誘因 就說如果你已經買的車票 是在6月5號以前買的車票 那你現在趕快去退 那你如果提出這樣的一個 6月5號前買的車票 你可以退票的憑證的話 那我就獎勵你兩百塊錢 你可以到區公所去申請兩百元的獎金 那麼另外如果你揪出返回台南的民眾 而他就是確診者的話 哇 那這個獎金就有一萬塊錢了 好 這麼一提出來 本來有市民就叫好認為說 這就是要徹底的阻斷 這樣的一個傳播鏈 北漂的人就不要再移動了 但是也出現了罵聲 被質疑說 那你這樣不是變相獵巫嗎 好 我們來看呢 現在就是大家不斷的呼籲說 你端午節不要移動 不要返鄉 那麼根據台鐵的統計 到這個今天為止 你可以看到 本來有13.6萬張的票 那現在已經退到剩下2.9萬張了 那高鐵的部分呢 本來已經售出5.6萬張的票 那現在也就是退到 只剩下4萬張了 那麼因此呢 就是大家還是一樣在呼籲 就是呢 現在在三級警戒 千萬不要再像母親節一樣 那很多人會這樣的流動跟群聚 所以就說 端午節不要移動 北漂的人不要迴鄉 不管是台中以南台中以北 只要你願意退票 我們一律有這個200塊的獎金 呼籲北漂市民端午別返鄉 臺南市長黃偉哲寄出獎金 這項政策 除了出示6月5號前購票的 退票憑證 可到區公所申請200元獎金 另外引發批評的是 鼓勵領長或市民通報未篩檢的難返者 快篩陽性獎金一千元 PCR陽性確診獎金就給一萬元 有人叫好也有罵聲 同黨議員聯名反對 質疑是變相獵巫 有點像鼓勵大家都來當檢舉達人 那變成說有被貼標籤 而且會有那種獵巫的感覺 第一個我不相信人性會這麼壞 第二個像確診的人 如果他任意移動 他本身就要依照傳染病防治法 還有依照COVID-19的特別防治條例 他本身就要被罰20萬以上 台鐵表示到7號為止 端午假期售票張數從13.6萬張揍檢到2.9萬張 退票率約7成8 高鐵部分6月11號到15號這五天 目前定位已經降到4萬人次 旅客持續在退票 黃偉哲也強調通報篩檢是彼此間的健康關懷 不是獵巫一切以鼓勵為主 而主要的目的就是不希望端午廉價的移動 會成為防疫破口 華日新聞劉漢生台南報導 而除了雙北之外 現在疫情最嚴重的就是苗栗了 苗栗今天又新增了45名的確診案例 其中有44個都來自於晶圓電子的員工 好 那我們看到包括晶圓電子 累計到現在已經有238個人確診了 超風電子有15個人確診 智邦科技有12個人確診 那這三家電子廠加起來 就多達了265個人染疫了 衛生局是說包括超風跟智邦 這兩間公司都還在篩檢 所以接下來確診的人數 可能是還會再變得更高的 而且金鼎集團在下午也發出了公告 說廠內是有6名員工確診 因此要停工兩天 那麼晶圓雖然已經完成篩檢而且復工 但因為他們快篩的偽陰性高達了25% 業者會在下個禮拜展開二次篩檢 為了避免移工群聚擴大 那麼縣政府更下令 即日起全苗栗縣移工 除了上下班之外 其他時間一律是禁止外出的 苗栗新增 四十五名確診者 四十五例當中四十四例來自金元電子 衛生局統計 截至四月七號三家電子場的確診人數 金元電子是兩百三十八人 超風電子是十五人 智邦科技十二人 總計有兩百六十五名員工染疫 其中一公有兩百二十四人佔了八成 衛生局預估確診數不止這些 因為目前還在做篩檢的超風電子 還有二十六個人快篩陽性 在等待PCR結果 而職邦科技則是會完成六百名外籍移工 以及八百名本國員工的篩檢 預計最快要到十號才能篩檢完 而且現在不只有這三家 下午鴻海旗下的金頂機密機械 在股市公開資訊網站公告 竹南廠有六名外籍移工確診 即日起要停工兩天 至於染疫人數最多的金元電子 雖然已經篩檢完也復工了 但由於快篩尾陰性比例太高 決定要進行二次篩檢 二次篩檢前為避免移工在宿舍群聚 金元電子派遊覽車 將所有移工移到後龍鎮 以及臺南的集中檢疫所 苗栗縣政府更是下令 全縣所有的移工除了上下班外 都不能外出 移工群聚感染擴大 不只地方政府下延令 勞動部也說會清查全臺 一千一百六十八間的移工宿舍狀況 如果太多人同住在一間 會要求降載 減少多人遺事造成的群聚破口 華時期文 張志軍 烏少欽 苗栗報導 全臺最嚴重的就是新北市了 但今天新增的是八十二例的確診案例 不再像是之前都一定是上百例 所以這個數字呢 算是有大幅的下降 那麼市長侯友宜還是很擔憂 有很多的無症狀隱藏個案是沒找到的 因此呢他也呼籲大家呢就是出來篩檢 然後端午節不要返鄉 我們來看各地區的情況 那麼在新北市呢 現在這個確診案例比較多 今天出現的是三重 然後是板橋 中和 新莊跟永和 那麼這還是呢就是很多的這個熱區 跟重熱禮都在這個地方 那看到今天這樣的一個數字 新北市新增八十二例 是不是疫情有控制住人呢 那麼出席應變會議的 臺大公衛專家陳秀熙 他就拿人口相當的澳洲墨爾本 來跟新北市比較他說呢 臺灣現在跟疫情的第一回合的交手結束了 也就是說大流行控制住了 但是要注意的是小型群聚感染 有控制住了 可是對於小型的群聚感染 造成往後的case 還會有持續的這樣一個流行 新北市七號新增確診個案 有八十二例下降到兩位數 社區篩檢佔陽性率百分之二點三 市府請來臺大公衛教授陳秀熙分析疫情走向 拿澳洲墨爾本來做比較 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第一回合跟疫情的 這個交手的一個目標 控制在兩百以下 那麼你可以看到疫情終將最後受到控制 我非常非常的擔心 我們裡面還有很多隱藏在裡面的 確診個案沒找到 不過市長侯友宜沒那麼樂觀 尤其蘆洲有升溫的趨勢 位在永安兒童公園活動中心的篩檢站 也正式啟用 擁有近十萬名移工的新北市 侯友宜也不敢大意 看看一早侯友宜前往土城 要滑墊子視察移工宿舍 不只要求勞工局三天內 要查看五十人以上移工宿舍 也呼籲雇主給獎勵移工不要外出 可以以鼓勵代替限制的一個方式 讓又發放一些獎勵金 只要快篩陽性 在採檢PCR後 市長已經下令 一定要列入優先的檢驗項目 而且要在七十二小時內 把PCR的結果告訴我們當事者 本土感染能不能由重災區 新北市開始降溫 還有待時間來做觀察 華志新聞 好要注意這樣的一個小型群聚的感染狀況 特別我們要關照的是長照機構 那麼新北市的土城 某個長照機構上個禮拜 才爆出群聚感染 有三十三個人確診 其中還有一位九十九歲女性不幸過世了 那麼最近這三天又傳出 有多達六位PCR陰性的長照住民 他從陰轉陽了 怎麼會這樣子呢 那現在就趕快轉到專責病房去治療 截至目前為止指揮中心統計 累計到昨天的死亡案例當中 就十一位是來自安養機構 這佔了四點四趴 因此也提醒民眾 年長者通常會有慢性病 對於新冠病毒的抵抗力 本來就比較弱 所以一定要特別注意 新北市土城某長照機構在上週 是傳出共有三十三人群聚感染 而七號早上又爆出有六位住民 是陰性轉為陽性 目前已經接受轉院治療 長照中心內大門半開 雖然爆出群聚感染住民都已經轉移 但看起來還是有人在院內 而現在又爆出 不只原本二十位住民跟八位員工陽性確診 原本十三位的住民是PCR陰性送醫隔離 但卻又相繼在六月四號有兩人確診 六月七號又有四人陽性確診 趕緊轉院治療 那當然因為他們在這個前面是有接觸者 所以當這些長者有出現症狀 或者在一定的時間內 那醫院比較小心就會給他們做這個 再一次的裁檢 真的得小心再小心 畢竟這已經不是第一間長照機構爆出群聚 指援中心整理發現像這種安養照護機構 全台共有六十四家確診 其中有包括居家服務 職員有四十八人確診 其他非工作對象共有一百四十六人確診 共一百七十一人不能上班 但強調影響跟過往比起來 已經慢慢趨緩 死亡個案當中 其中有十一位佔百分之四點四 是來自這個安養護機構 雙培已經在上週就宣布 將長照機構人力跟著名防疫的疫苗 施打順序提前 希望可以藉此增加保護力 專家也認為熱區防疫 就需要守住長照機構 跟工作職場等重點防疫 才能讓疫情趨緩 隨著端午連假將至千萬不能鬆懈 華視新聞請用您徐一環新北市報導 而臺中市的部分 終於睽違三個禮拜了 今天傳出加零這樣的好消息 市長盧秀燕說 無論是夜唱團 泰安富幼還是這個被吞家族的群聚 那第一時間呢 有權力的圍堵設快篩戰 防止疫情擴大 所以成效良好 但是呢他隔壁的彰化線 就沒有那麼好了 今天呢又有八例的確診 其中這八例就五例是跟麻將牌咖傳播鏈有關的 這讓縣長王惠美再次的呼籲賣個爬 拜託大家不要再打麻將了 他就是這麼容易傳播 那還有另外三例是什麼呢 也是這樣的一個小型群聚 七十多歲婦人一併住院 他的女兒去陪病 然後呢母女就確診了 現在感染源是不明 出院之後兩人洗腎 結果父親也染疫了 呼籲再呼籲 就是因為麻將群聚鏈 已經累積三十一例確診 另外新增的三例是醫院群聚感染 一名七十多歲的婦人曾因病 有四十多歲的女兒陪病 兩人出院後 曾一同到洗腎中心洗腎 後來婦人先發燒確診 女兒也發病確診 和他們同住八十多歲的爸爸 同樣也染疫 對這個洗腎中心呢 做了全面的清查 那這家洗腎中心 目前觀察起來 他的整個感控的狀況呢 維持的還不錯 專家確診持續增加 台中這邊則是傳出嘉陵的好消息 台中市今天確診數是零 我們也不能高興 我們也不能夠鬆懈 因為疫情還是很嚴峻 上個月十五號 台中疫情爆發 雖然十八號一度出現零確診 接著又爆發美樂地夜唱團 泰安富佑群聚 東區北屯家族群聚感染 但台中市政府一一圍堵 我們當有疑慮的地方 趕快前進指揮所 趕快去控制疫情 斬斷它的傳播鏈 另外一方面 有一些前進比較領先性的 一些限制性的措施 目的就是避免病毒有傳染的機會 週末就是端午連假 市府也向北漂青年學子喊話 希望大家都能待在原本的住所 防疫避免移動 華宇宇宇宇宇宇 帳化台中報導 儘管數字今天有降下來 但大家不能夠鬆懈 那麼行政院今天也宣布了 全國的三級警戒 會延長到六月二十八號 所以呢又延長了兩個禮拜 那整個六月都在警戒當中 那先前呢 有不少的銀行很佛心 想說呢 既然是這個三級警戒 那給員工十四天的有薪假 但眼看 哇這個三級時間還拉長了 再兩個禮拜 那這樣還撐得下去嗎 包含第一銀行跟華南銀行都表示 接下來超過十四天的休假 對不起都無薪了 但是還是可以算防疫照顧假 那麼民間呢 有很多像是餐飲店 他們本來想說 好吧我就再撐個兩個禮拜好了 沒想到現在又要延長到月底 所以呢你有辦法 整個月這樣撐下去嗎 那麼有些像是披薩店呢 一開始老闆體恤員工 願意給有薪假 但現在沒辦法了 因為虧損實在是太大 也只能夠讓員工開始請無薪假 那麼員工們 一直到這個延長警戒的消息 大家也非常的無奈 疫情尚未虛緩 行政院宣布全國三級警戒 將延長到六月二十八日 先前有不少銀行業很佛心 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員工有困難就在家防疫 因此給予員工十四天有薪假 但眼看時間拉長 現在也撐不下去 包含第一銀行和華南銀行 都表示接下來超過十四天的休假 都得開始算五薪假 除了銀行業 餐飲業也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像是這一間在全台 擁有不少分店的披薩店 一開始老闆也願意讓員工修有薪假 逐金也撐不下去 決定讓員工開始修五薪假 目前可能不得不得選擇 就是五薪假業 再過一段時間 那可能真的就真的是能夠 只能停業 不少老闆面對極大壓力 恐怕也沒有能力大方 但員工聽聞這樣的消息 恐怕也會相當慌張 會比較擔心一點 因為畢竟每個月的支出 還是有 對 就保險的那一些的 想要配合防疫 又得憂心荷包 這波疫情再持續下去 經濟層面的影響 恐怕是越來越大 華日新聞 莊洪志台北報導 三級警戒延長到六月二十八號 很多餐飲業雪上加霜 有業者本來是停業 那考量的是員工的生計 那現在怎麼辦呢 好吧 那還是要來營業啊 那怎麼做呢 就是把內用 像是九八八元的和牛燒肉 就改成是一六九元的外帶便當 那麼另外呢 主打假日家庭聚會的義式餐廳 也把原價將近三百塊錢的早午餐 就改成一六六元的燉飯便當 那麼餐飲外帶價格 打折再打折 就是期望說 在看不見三級警戒 什麼時候能解除的困境當中 只要拼活著就好 肥嫩多汁的雞腿排 在金鍋上爆出香味 呈現漂亮的金黃色 另外一頭平底鍋加熱煮飯 收汁撒上起司 香噴噴的松露剝皮辣椒雞肉燉飯完成了 台中這家義式餐廳 原本主打家庭聚會早午餐 但碰上疫情客人不來 生意大受影響 他們改退一百六十六元外帶便當 比三百元左右的早午餐 便宜將近一半 而內用的和牛九百八十八元燒肉吃到飽餐廳 因為三級警戒延長 業者原本打算停業減少損失 但考量員工生計 他們改退一百六十九元和牛外帶便當 一天賣三百個勉強維持營運 另外兩個自家品牌的燒烤外帶時間 還延長到半夜 另外火鍋店則是推出兩百六十八元 外帶火鍋買衣送衣 一鍋只要一百三十四元 幾乎是賠錢賣 但業者說不能讓員工沒有收入 房租什麼的那個就一定會賠的嘛 也是要撐啊 因為薪水要照付啊 三級警戒繼續延長重創餐飲業 業者只能下殺金額推百元便當 活力多銷拼出生存的機會 好日新聞 黃主任林品鑫 海中報導 只要活著就好 這真的講得很心酸 那現在很多人生計都受影響 到底紓困四點零 能不能發到需要的人的手上呢 有不少自營還有無固定雇主的工作者 抱怨說請領的門檻太高 說紓困金看得到吃不到 說主要政府為了排富設立了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來看呢就是這個自營跟無固定雇主工作者 他必須在一百零八年度的所得 那麼要低於四十點八萬 好可是他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那你現在一百零八年的時候 並沒有疫情啊 所以那個時候的薪資當然就稍微高一點啊 那現在是因為從去年開始有疫情影響 那今年更慘 所以今年就沒有收入 那沒有收入呢 你還要拿前年的所得 然後呢來作為一個標準 這不是很奇怪嗎 那麼就有人提到說 那是因為一百零九年的 現在也還沒完成報稅 也沒有基準啊 所以就拿一百零八年來作為基準 可是這樣就沒有辦法反映到事實的狀況 那怎麼辦呢 所以這些人的聲音聽得見嗎 他們真的需要補助 但能夠補助得到嗎 帶你來看 要去拿紓困 一頭母沙沙 現場火氣超級大 高雄勞勞之前 大批民眾全為了紓困四點零而來 指揮中心特別提醒 小心群聚現場申請就好 但沒辦法民眾實在心急如焚 一身肌肉卻無用武之地 從事教練工作的吳先生 是自由工作者皆課維生 但疫情至今已經三週零收入 每個月有房租要繳 但想領紓困金 他卻不服資格 四十萬八千 那可能就是要做一個排付嘛 比如說你之前有存錢 那你可能就不需要這一筆這樣子 就是如果我現在沒有收入 那我之後一定就是會要付出給你 自營以及無固定雇主工作者 他們的紓困條件 一百零八年度 年所得在四十點八萬元以下 但是他有兩大爭議 第一你用一百零八年度的年所得 很難反映出勞工現在的生活處境 第二四十點八萬元 相當於平均月薪三萬四千元 這個條件是為了排付 但這樣的條件算是有錢人嗎 其實運動類的自由工作者 還有一個紓困選項 教育部版的運動產業紓困四點零 條件是五月酬勞比三四月平均 或者一百零八年同月酬勞 減少百分之五十 就能請領最高四萬元 但捷克教練通常是領現金 難以提出收入減損證明 也是一大申請障礙 微服部長陳時中自己在記者會 也坦承紓困太倉促 可以滾動式調整 只盼能讓錢發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上 而在災難底下通常弱勢的更弱勢 要講的是什麼呢 學習這件事 因為現在三集警戒要延長到二十八萬元 那麼各級學校通通 這樣一延就延到一路 到七月二號然後放暑假了 好 疫情下在家遠距學習 是不得不的教育型態 但不止學生的注意力容易下降 缺席率也非常的高 那麼全國中小學校長協會就說 確實有少數學生在停課之後 就失聯了 他根本沒有依時間去上線上課 可能他也沒有這些器材 或者家裡有什麼樣的狀況 那現在校長也很擔心說 會出現所謂的遠距輟學潮 那麼偏鄉孩子若是家庭 在這一波遠距教學當中 的確面臨到許多難題 我們現在先點名下喔 老師對著螢幕點點名 確保學生起床上線了 中部好去處 太好了耶 新莊國校五年級班 這堂社會課 老師使盡全力 又讓孩子們樂於學習 小朋友可以在那個上面用便利貼 然後在臉上打字 盡量用這樣子的方式 讓他們盡量還原原本 實體上課的氛圍 疫情下再加遠距上課 是不得不的教育型態 但遠距教學 孩子遲到和缺席率增加 學校得想辦法因應 線上巡堂 打電話 甚至找到孩子家門口去 若是家庭生活更困難 學童教育也是一大難題 沒有電腦的 由學校出借平板電腦 但網路連線設備不穩 或家長關注陪伴少 學生可能就很少上線上課 專家擔憂 弱勢者可能更弱勢 中錯是在學校上課的時候 才會稱為中錯 所以現在停課不停學 我們稱為學習失聯 發現孩子幾天沒有在線上 我們一定會通報 遠距缺課 三天聯絡不到人算失聯 校方就會通報警政系統和教育局 以新北市來看 每天聯絡不上的孩子 人數平均有10% 學習成效也令人擔憂 台灣面臨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衝擊與變革 並非每個角落都能跟得上腳步 在因應疫情同時 如何為遠距教學制定更多相關配套 是當務直擊 華社新聞李廷送一張 綜合報導 好 週六呢 就是端午連假了 每年這個時候都是一鄉遊子返鄉 團聚的時候 那麼也是呢 就是一年當中 爸爸媽媽難得這個可以見到寶貝小孩的時候 但今年端午很多北漂青年都決定不回家了 因為也怕自己身在雙北疫情重災區 那萬一帶病毒回到家裡頭 那南中南部的這個阿公阿嬤年紀大 他們抵抗力差 那這樣子會不會影響到人家呢 好 可是很思念怎麼辦呢 來看他們都怎麼做 一層一層穿上隔離衣 全副武裝 背景衣永遠是救護鳴笛生 他是在士林的專責分隊職勤的正德 每天再送的都是確診者或疑似病例 這已經是他的日常 短短視訊一分多週又要準備出勤 媽媽抓緊掛電話前幾秒 對寶貝兒子的千萬個不捨 化成一具叮嚀 開救護車千萬小心 只能利用休息時間和家人短暫視訊 就連端午節都不敢回高雄和家人團聚 心裡的想念和擔心只能透過鏡頭 靠著幾句問候傳遞給家人 不只北漂的第一線人員不敢返家 就連北漂學子二十歲的林同學 從小是阿嬤帶大 但因為疫情怕增加七十歲阿嬤染疫的風險 也已經三個多月沒回南頭 聽到孫子不能回家有點落寞 阿嬤也特別寄了寶貝孫子愛吃的餅乾到台北 疫情下的這個端午節對北漂遊子來說 愛有多深 距離舊有多遠 雖然歸心似箭 但只能靜待疫情過去 回到家人身邊一個擁抱 勝過千言萬語 華志成王興宜 江玉文 台北報導 所以對很多學生來說呢 可能現在已經就停課了 甚至是畢業了 但留在原地不要動 北漂的孩子呢 別要不要南下 那這一次的端午呢 大家有鼓勵說你去退票嘛 那我們就給你一些獎勵 像在嘉義呢 就農會總幹事就公告說 只要你是在雙北的嘉義人 你回傳給他退車票的證明 那就他就會送粽子 而且是免費寄送六顆稻福 限量一千顆 綜葉攤開 包入豬肉 香菇 飽滿蛋黃 真材實料不手軟 但這不是包來賣 稍要送給這些不返鄉的嘉義人 即便在私鄉 周派會把病毒帶回家 也忍痛放棄與家人團聚的時光 來零貴退票 嘉義縣農會總幹事黃真瑜 發起退車票送肉粽的活動 送的是嘉義在地家鄉味 短短不到一天一千顆就滿單 我們打算是兩天把它包完 然後宅配過去這樣 也是提醒大家 然後也是用鼓勵來取代一些指責 貼文一出 學片般的私訊飛來 有人好久沒回家煎熬了好久 還是選擇待在北部 其中更不乏堅守在原地的醫護人員 很多人他把退票證明給我看之後 也表達他不是為了要拿這個肉粽 但是他就在用行動來力挺像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也影響他的周遭人 想回家的遊子每個人都在煎熬的抉擇 而大家的熱烈響應也開到台灣人 團結抗疫守護自家人的一面 華視新聞消息陳正邦 陳信仁嘉義報導 而今天高雄也有好消息 就是他們也是嘉齡的 那高雄已經累計六十一例了 那今天終於有嘉齡的狀況 但是呢因為全國的三級警戒 又要延長到六月十八號 所以市長陳其邁呢 也在宣布了一些新的措施 那麼嘉義今天嘉義縣的部分 今天新增一位確診案例 七十三歲男子他就是大陵泡茶案 延伸的家庭群聚的這個接觸者 他確診了 那麼屏東也有一例新增的案例 是五十五歲的女性 感染源就是曾經有北部接觸史的確診者朋友 雖然今天是嘉齡 高雄嘉齡 但接下來要拼大規模接種計畫 招募簽名醫護一天要達五萬人 類似這種有可能群聚風險的 這個特定風險的這個快災 另一個重點 三大科學園區 從六月九號起七天要採檢 一萬零三百八十人 防堵移工成為破口 另外市府六月六號公佈的一名確診病例 是三十多歲空軍軍官 他營區在北部 是有確診後明知高風險 還回高雄老家隔離之後確診 媽媽 老婆 孩子現在都被匡列 要問的是市府六月四號開出 居隔通知書 六月六號確診 中間的時間差會不會有防疫漏洞 另外在嘉義縣有一例本土病例 七十三歲男子是大齡炮查案延伸的 家庭群聚案確診者的接觸者 目前住院治療中 屏東也有一例新增病例 55歲的女性 感染源是曾有北部接觸史的確診友人 縣長潘孟安表示 這一例是居家隔離二采 有陰轉陽 可見病毒越來越厲害 大家在防疫方面千萬不可以鬆懈 華日新聞綜合報導 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今天在很多地方都還是有下雨 主要就是因為受到這個封面的影響 雖然說封面逐漸遠離 但還是有些水氣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來看 目前封面是已經來到了 台灣的北方海面上了 但是還是有一些水氣的 因此明天很多地方 都還是有降雨的機會 包含像是在山區還有中南部地區了 我們從雨區域報圖上面 比較可以清楚的看到 其實今天晚上到明天這段期間 整個東半部地區 都還是有降雨的 而到了明天白天 其實天氣狀況 在上半天來說 都還算是蠻穩定的 不過午後 尤其在山區的部分 還有在中南部地區 這個雨勢 偶爾還是會下得比較大一點 所以提醒大家 還是要特別注意了 那麼接下來帶您關心 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明天在基隆跟新北市 天氣狀況穩定 台北有短暫降雨的機會 高溫來到三十二度 桃園 新竹跟苗栗 都會有午後降雨的機會 溫度是二十五到三十二度 再來看到台中 彰化南投 尤其街慶山區的地方 要注意會有比較大的雨勢 高溫來到三十二度 在雲林嘉義跟台南 同樣要注意午後降雨 溫度是二十五到三十一度 好 來看到高坪地區 明天屏東要注意午後的雨勢 溫度是二十五到三十二度 往東部走 宜蘭花蓮台東 通通會有下大雨的機會 高溫來到三十度了 來看到外島地區 明天在馬祖天氣狀況 還算是多雲穩定 但金門跟澎湖要注意 會有午後降雨 溫度是二十六到三十度 好 為大家整理一下 這個天氣的資訊了 明天封面是北宜 但是還是有部分地方 是有水氣的 因此各地 在上半天是多雲到晴 但是午後 包含中南部地區 跟山區要留意 會有降雨的機會 那麼天氣狀況 到了週五之後 會變得比較穩定一點 雖然說呢 在這個南部地區 還是會有一些短暫的雨勢 但是整體而言 會變得比較晴朗 又嚴德一些了 好了 以上天氣資訊 提供大家做參考 任何氣象問題 都歡迎來到雨潔 還有華視的粉絲團留言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